男子奋力一頭 鋪通食物掉進魚缸 但仔細一看 這不是魚飼料 而是一塊一塊的檳榔 男子將檳榔丟給魚吃後 還在魚缸前 幼災的走來走去 和友人有說有笑 觀察魚群有沒有吃 言談過程中 甚至沒有戴口罩 行為舉止非常誇張 我沒水準的 裡面的小魚或是什麼會死掉吧 事情發生在澎湖水族館 四號下午 員工在巡館時 發現水族箱內怎麼出現了 不該出現的東西 鋼體裡面我們有發現有個冰藍頭 就是那個冰藍頭在裡面 然後我們的魚已經在啄了 那我們當下就是立馬把那個冰藍頭 趕快先撈出來 因為怕我們的魚會不死 四號員乾淨去釣約監視器 發現這名無兆男子 往布市長生魚缸丟東西 現在我們在那個大池 表演結束之後 其實有就是有跟遊客宣導說 我們館內其實是禁止吃冰藍 其實這梅工的新的行為 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 之前也有民眾往魚缸內丟檳榔渣 或餵食麵包 官方呼籲民眾 水族館內除了不能飲食 也不能隨意餵食魚群 如果再有嚴重行為 將會依循法律途徑 報警出力 記者顏玉龍 葉宇娜澎湖報導